萌茅斯大学本周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总统拜登上任初期享受的蜜月期获已结束 这项周三公布的民调显示 拜登目前的全国支持率为51% 42%的人表示反对 而萌茅斯大学在拜登刚刚就职时进行的民调显示 他当时的支持率为54% 仅有30%的人表示反对 9月3日公布另一项全国民调显示 拜登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似乎获得了更高评价 凯泽家庭基金会称 62%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赞同拜登应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 30%的人表示不赞同 美国人对待疫情的态度上 党派分歧明显 凯泽家庭基金会民调称 超过90%的民主党人支持拜登处理疫情的方式 相较之下 只有22%的共和党人持同样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 独立人士中对拜登疫情处理 持正面态度的人数与持负面态度的人数比例 约为2比1 另一方面 对国会持负面态度的人有所增加 王茅斯大学民调发现 29%的受访者对国会议员的工作不满意 1月份时 这一数字仅为16个百分点 该民调还发现 新一轮纾困法案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支持 62%的人表示 希望看到该法案获得通过 2%的人支持将每周额外失业救济 从300美元增加到400美元的条款 68%的人支持1400美元的直接发钱 只有25%的人表示 为了获得两党支持应该减少这笔款项 对拜登的表现没有看法的选民比例 从1月份的16%降至8% 其中大多数人似乎加入了反对的阵营 目前拜登在独立选民中的支持率 仅为43% 不支持率为48% 今年1月47%的独立人士 对他表示支持 30%的人表示反对 22%的人表示尚未做出决定 第一年 第一年